明年輕鬆心 那些還是一塊一塊 你說 不然 怎麼回頭 再把我罵 那天 就大小姐 問我 等等 我還沒有 我告訴你 我找不到了 她因為她身邊 您难道还要在那个家里待着吗 我听说您在您婆婆那儿的日子 也不是很好过呀 我和我老公是真心相爱的 这件事你不要再提了 大小姐 既然您不愿意回去 老爷也吩咐了 您的银行卡已经解冻了 您家随时恭候您回去 二三 你是跟那个扫把星老婆亲呢 还是跟我这个生女养你的亲妈亲呀 妈 你又想干什么 有什么款式说 我真是白要你这个儿子 你看看人家娶的儿媳妇 帮婆婆买车买衣服买首饰 再看看你娶这媳妇 什么都不能干 还花钱帮到房 哎呀 耽误你不说 还耽误我被别人瞧不起 哎呀妈 咱们家住在城区里 出门就有公交车 为什么要买车呢 还有啊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 带有色的眼睛去看初夏 她是我娶这门的媳妇 就应该躺在家里花我的钱 你 哎呀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显霉 这天天都是些什么人呀 老的老的在外面瞎鬼混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听我的 我容易吗 啊 哎 气死我了 真是 走开 看见你就烦 妈 你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我给你清醒清醒 泽比王阿姨的儿媳妇 给他买了辆车 你看看你 天天在家里闲着什么都不干 可惜了我儿子的大豪青春 吊死了你这棵歪巴的树上 吊死了你这棵歪巴的树上 初夏 你怎么了 妈妈你又总是不要呢 我左右啊 你看看你娶的这个好媳妇 天天在家里闲着什么都不干 白痴白喝的工程 连个蛋都不下 我说他两句怎么着了 妈你你这是说两句的事吗 赶紧回房间找个毛巾菜 一会儿招点感冒就不好了 我真是白养你这个儿子了 天天像着媳妇不像着妈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啊 我看这个家是要看了呀 妈 我不求你能接受初夏 大凡你对初夏不这么苛刻 咱当成这样吧 老婆 对不起啊 我妈估计是被王阿姨给刺激到了 我有发现的东西啊 没事的老公 妈的心情我也能理解 刚才妈说要买车的事 你觉得呢 嗯 我们这几年咱们钱 也购买了就带个车了 哎 正好 这几天市集中心那块有一个车展 我们明天就去看 一份 那 这不是我们高中的大班长啊 张富贵 沈强 还真是你们呀 哎 你们也来看车啊 这也太巧了 这么多年不见 您还是一如既往的 一如既往的土爹 你这穿的什么呀 我这身衣服怎么了 我觉得挺好的呀 挺好的 我们家狗都不穿 你怎么也是我们当初的学霸 现在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呀 这是谁呀 这是我老婆林初夏 听说过 远近为民的废物家庭主妇呗 你们什么意思 你就别抓了高老 同学群都传开了 你娶了个废物老婆 待家有所好闲 什么也不干 我记得你家里条件一般呀 再养这么个废物 品吃力吧 是啊 不像我老婆 现在是林氏集团非公司的总经理 这次车上的屋子 还得看我老婆的眼色形式呢 正常请我们家吃饭呢 哎 老公 低调 你是林氏集团的人 哟 你也知道林氏集团 羡慕吧 改天我带你去公司转一转 得给你长长见识 不用了 谢谢 女人呀 还是得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要不然在婆家的日子 不好过吧 老公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那也不用这么狗眼看人低了 什么 我狗眼看人低呀 也不看看你们自己什么样子 这样的车子 可是林氏集团开的 光明票子就两万一桶 其实你们这种阿旺阿狗可以进的 哼 知道怕了吧 知道怕了就赶紧滚 别连累我们跟你一起丢人 不就是一张门票吗 我们不用钱也能进 什么 我没听错吧 哼 在我面前吹牛 也不怕风大把什么闪了 行啊老公 别跟他俩废话了 咱俩先进去吧 我希望能够在车展里看到你 不然明天全世界都知道 你和你的老公只是一对后吹牛的废语 我们走 老婆 你刚刚为什么那么说呀 这下咱怎么办 老公 你就放心吧 我有办法 喂陈管家 林家在世纪中心搞的这场车展 给我送两张门票 好 老公 好了 我们进去吧 我们怎么进去啊 我们没有门票 哎呀 你就听我的吧 你放心好了 我们一定可以进去了 走 啊 进 你好 请出示门票 我们没有门票 没有门票 你们来看车展 你们是来找事的吧 说是个屁门票 这可是我们的贵客 我走 这 这什么的 这可是我们的贵客 走走走走 林浩姐高先生 林浩姐高先生是吗 陈老已经跟我说过了 让我来接你们 我们走 我们走VIP通道 这边是普通人走的 和你们生活不匹配 来 林浩姐 老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哦 我一个朋友是临时的高管 我找了找关系 林浩姐 啊 对对对 高管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林浩姐 这边请 笑死我了 可不是吗 他们以为是探视场 谁来都能来对呀 哎 老婆 你看那人家怎么弄得多保镖呀 啊 那个是专门设立的VIP通道 从那里进来的人非富即贵 都是大老级的人物了 那咱们可得好好巴唧巴唧 万一能拍上哪个高枝 咱们家就发达了 对对对 哎 那不是高朗和他那个废物老婆吗 什么啊 你别开玩笑了 他俩不可能 我操真是他俩 梁姐哥先生我就送到这了 今天吃点事挺多的 我就先去忙了 好你去忙吧 你们怎么从贵宾通道进来了 我们怎么就不能从贵宾通道进来了 行了老婆你就多余问 他们两个肯定是趁着人多会进来的呗 你说是就是 你看这辆车帅吗 帅有什么用啊 你能买得起吗 何必多此疑问呢 是啊 这车恐怕你也就在电视里能见过吧 这可是限量款的车 明码标价800万 对了老公 你之前不就是一直想要这款车吗 是啊 我们这次车展专门为这辆车而来 不过 不过 互相比我们的预算超出了100万 不过 这100万 对于我老婆来说 小配点 哎呀老公 700万我都给你了 跟合合那区区100万吗 放心吧 100万而已 我10天就赚回来了 老婆你真是太好了 而且我打听过了 国内的限车就这一台了 赖完了就得等明年了 怎么样高朗 我让你先试驾一下 不必了 我还是再看看其他的吧 你喜欢这辆车 就看见这辆车呗 不用老婆 不喜欢这辆车 我说高朗 你也太好面子了吧 我都说了 让你替我试驾一下 可不是吗 你啊 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坐上这个车了 机会千载的 难逢呀 要不这样吧 高朗 选一辆你喜欢的 我送给你 看着这么多年的同学的份上 我们家一年挣好几千万 送给你一辆车小菜一碟 你怎么这么爽呀 放心吧 我了解高朗 他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事实啊 怎么样高朗 还不赶快谢谢我 还不赶快谢谢我 真的吗 你们这么大方啊 那我就先谢谢你们了啊 我们就不客气了 便宜不占王八蛋 也对啊 高朗 你不会要买这辆车吧 你别太过分了 这车可是要八百万呢 你不是很有钱的吗 一年赚好几千万呢 这辆车对你而言 不就是眨眼的事 你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废物家庭主妇说话了 高朗 你也不管过你老婆吗 对 你们也别太过分了 我说送 说送你们这么贵的呢吗 我老婆说的没错呀 买不起就别吹牛啊 你早说让我们挑便宜的 我们也不挑了呀 便宜的我们自己也买得起 用得着你们呀 我 我不是送不起 只是你们太过分了 我就是开个玩笑 他们竟然要八百万的车 有你们这样的吗 对呀 你们是想起来想疯了吧 自己家的球买不起 你垫起去我们家的钱了 你去把这台车钥匙拿过来送给高总 吴总 他怎么来了 吴总 你怎么来了 高先生你看上哪辆车了 看上哪一辆直接开走就是 一辆不够呀你就多选几辆 不用了吴总别让吴总破费了 吴总 你们公司的审情也在这呢 你不赶紧打个招呼 审情什么人啊 我们公司有这号人吗 吴总 你该不会记错了吧 哎他还说你得靠他的眼色行事呢 高先生 高先生我实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个什么审情啊 我真的不知道 最近审情出现了一些打着我名号的人在招呼状片 你可得小心了 千万别被骗了 你 我回去让人好好查查这个叫神情的 竟然敢拿我的名头再招呼状片 老婆怎么办呀 你刚被提拔上来 闭嘴吧都怪你 吴总 我就是神情 临时分开 吴总 我不是男人名的名头招撞撞撞撞 不过是想在名头吹牛 拿我的名头吹牛 哈哈 没人告诉你我最恨的是什么吗 吴总 这事是我不对 我向您道歉 不过这件事都是我老公说的 他想在同学面前炫耀 张张面子 长胡故事快跟吴总道歉 哎呀神情啊 你还嫌我不够丢人 你非让我在高老面前把你都丢尽了 你才愿意吗 丢人 这话是你说出口的 现在只让你道歉 你还有不乐意的 吴总 实在抱歉 我也是炫耀他这样说的 跟我们家审计啊 没有关系 炫耀 打着脸充胖的 只会跟在你老婆后面吃晚饭的小白脸 你也配提我的名字 吴总 我们以后肯定不这样了 我回家好好教育教育他 实在抱歉 以后吹牛 记得找好对象 今天这事就换了 以后再有下次 你应该知道我的手段 老同学 以后这牛逼 还是少吹一点为妙 你看看你 为了炫耀这一下 差一点把你老婆的工作 都给搞丢了 高朗 就算我们家审情 不认识吴总 也总比你那废物老婆 强一万倍吧 可我们家初夏 从来不会胡乱推卸责任 更不会让别人替他出面 道歉担责任 就这一点 比你们家审情好一万倍 那他也得有这个本事呀 天天窝在家 就当家庭主妇 有什么责任需要承担的 你 行了 别吵了 老公 你喜欢这辆车吗 喜欢的话 就让吴总送给你 你吹什么牛逼呢 真以为吴总过来 刚才给你客套一下 就要送你一辆限量款的豪车 就是 家庭主妇就是无知 人家开车展不需要挣钱的吗 800万的车 说送给你就送给你了 也是啊 800万的车 让别人送 是不好 自己也知道 家庭主妇 一点人情事故都不懂 还不如找个工作 当个外卖员 也比现在强 老公 你喜欢这辆车的话 我买下来送给你就好了 什么 我的天哪 这家庭主妇竟然要买一辆百万豪车 你听着哪个吹吧 如果他今天能够在这里买他这辆车 我就从这里爬出去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对 是我说的 要是你今天买不下来 你就要跪下来 跟我叫一声爸爸 怎么样 敢不敢 好 好 这有什么不敢的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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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放心吧 你好 你好 我想买你们店里限量版能跑车刷卡 你 你要买我们店里最贵的辆车 小姐 你要是来买车的话 我们欢迎 你要来闹事的话 请你离开 我买我们店里最贵的辆车 我不是来闹事的 刷卡 全款的 不是 就你这张破卡里还有八百万 你是来闹事的吗 你 哎呀 你管他卡里有没有钱 他让你刷你就刷呗 好 反正刷不出来 尴尬的也是他 好 我现在去刷卡 如果这个卡里没有八百万 你就等着吧你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哟 如果买不起的话 可是要跪下叫爸爸的 那你们也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 不好意思小姐 是我刚刚招待不中 恭喜你出闻我们跟着跑上唱走 这是你的车钥匙 您现在可以直接开走 什么意思啊 刷出来了 全款 小姐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超假的秩序行不行 你们俩在这跟我演戏呢 就他能全款买得了这辆车啊 什么真买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喜欢的我当然要送给你啊 高老 高老 你行呀 这么多年不见 你心急了很多呀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不是你提前把钱给你这个废物老婆 他哪来的钱买车 而且还买的这么好的车 你肯定是羽毛好的 让我出手是不是 是啊 高老 都是老同学 居然和我们玩这种套路 让我们丢脸 你脸上很有光吗 你们也知道都是老同学呢 你们三番五次公司我老婆是废物 就是应该的吗 哼 我有钱 我是光明磊落的话 不像有些人 打肿脸充胖子 自己什么家庭小样大家都清楚 还买那么贵的车 穷 打肿脸充胖子 你笑什么 你该不会还要说八百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 指不定是从哪借个钱买的这台车 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 是什么 是啊老婆 这八百万你从哪没的呀 啊 是我 原来老家有两套房子 拆迁下来的拆迁款 好家伙啊 原来是拆迁款啊 是啊 一个爆发货 不还是什么也没有吗 之前我们没钱 你们说我们是穷人 现在我们有钱了 你们又说钱什么都不是 是 那你们呢 你们又有什么呀 哼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权呀 我可是临时分公司的副总裁 那您呢 太久了 哎 我还知道 现在立马给我开除林氏分公司副总裁沈卿 呦演的挺像呀 表演班培训出身了吧 不过老娘可不吃这一套 沈卿你说什么呢 吴总这人在这装逼呢 我教训他一下 闭嘴吧沈卿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为什么呀吴总 我我做错了什么 得罪了林小姐 你还有脸为你哪里做的不好 别呀吴总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知道错了 是啊吴总 你把我们家神经开除了 我们家就没有收入来源了呀 我管你们有没有收入 你去公司把工作结下赶紧滚 别呀吴总 吴总 先去忙吧 哎 算 林初夏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还能是谁呀 我是你口中的废物主妇 不大款呀 我说过都让你一无所有 你怎么就是不信呀 你 老婆我们还是走吧 你你怕什么 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大不了于死往后 你 不是老婆我们还是走吧 你这个怂逼你怕什么呀 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大不了于死往后 不是老婆 这么多是看着的 行那要不走吧 这就想走呀 我记得某人刚才不是说过 如果我要把那辆车买了 就爬着出去吗 林初夏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男子汉大丈夫 你底位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啊 看什么呢赶紧的 那小姐这是您的车钥匙 请您拿好 老公你那车 老婆 这怎么有点不真实呢 你到底是怎么把神情开除了呀 这有什么不真实的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一个朋友呀 就在临时坐高管 我就是给他打的电话 啊这样啊 哎呀别想这么多了 咱们开着咱们的新车回家吧 好 阿姨你去哪啊 哎我出去随拜溜着 哎阿姨啊 你看那个车真帅 啊一看就很值钱 是啊 之前没在小区见过呀 是的是的 这是谁家的呀 哇 高老哪家的 哎呀小豆不跟你说了 我回家了啊好好好 哎呀 阿姨你摆车了 这样吗哎你先回家 我去停车咱们回家再说 好好快去快去 哎哎呀 哎 哎 儿子哎 你那乔哪来的很贵吧 是不是哪个富货 妈 你还真说对了 还真是一个小富货给我买的呢 真的呀哎呀我儿子可出息了 这会终于可以听爸的话了 好好说是哪个富货呀 是初夏呀初夏给我买的 你当妈妈糊涂了 那个车一看就不便宜 他一个家庭祝福那千尾车 是这样的吗 我老家有两套房子拆迁了 是分下来的拆迁款 真的 还可以啊 带我一下 就是那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哎呀 那不发啦 哎呀妈 你想什么呢 那是初夏自己的钱 你别想动啊 嘿 你这话说的 初夏的钱 它不就是你的钱吗 你的钱 它不就是咱家的钱吗 我告诉你林初夏 这一千多万必须上交 在我们家白车白河那么久 也该回报我们了 妈 初夏不是给我买了一辆车吗 一辆车就完事了 你怎么那么容易满足啊 那可是一千多万呀 不能放在这个富裕身上 这钱啊 我说了算 就你放在我身上 妈 那是初夏的钱 我们谁都没有钱力动 你就不要胡搅蛮缠了 你 你还是我二次吗 三千了 你初夏 你这怎么办 妈 你先别生气 这钱我初夏 还行了行了 先有点保管的吧 下午啊 去高铁店把小李给我借回来 什么 高李要来 妈 你怎么不提前给你们打招呼呀 是啊妈 这小李来 咱们家房间也不够睡的呀 怎么着 小李要来 来咱家还得提前给你们俩报备呀 再说了 怎么叫不够睡呀 你让小李和高朗在一起住 你去下发不就行了吗 不 这也不方便呀 有什么不方便的啊 这也不方便呀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不方便的 你天天在家里闲着 有这个朝餐吧 让你睡沙发就不错了 行了 不跟你说废话了 下午呀 把小李给我接回来 下午我陪你去 陪什么陪呀 这个人还兴师动众的 咱自己去 没事的老公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下午就安心去上班吧 好吧 那下午你开车去 换你了 别动手 好 高磊 我哥呢 我哥呢 我妈呢 他们怎么没亲自来接我 你都不是大领导 还得一大家子来接你啊 高朗他工作忙 你妈呀 在家给你做饭呢 所以就我来了 他高朗官不大 架子倒是先端起来了 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是还不少 我妈也是 怎么随随便便就找个人来接我 看来是真没把我放心上 林初夏 你怎么来了 你不会让我给你一块挤地铁回去吧 哪能啊 我家刚买了辆车 我开车过来的 买车 就我哥那条件还能买车 不会是什么小破车吧 我跟你说 我可不坐那小破车回去 我这谁名牌 可别吊我家 不是 是那辆 什么 这是我哥买车 他不会为了装逼租的吧 不是的 这真是我们买的车 上车吧 我哥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你这色把星也不会开车 车压子给我吧 我来看 那这 这什么这 这是我哥买的车 你这色把星别再把车开坏了 你知道回去的路吗 你知道回去的路吗 我不知道我不会导航嘛 车又不是你买的 这是我哥买的 再说要不是我哥 你能开上这么好的车 真好 这真是好车 你今天要不来接我 你能开上这么好的车 你应该感谢我你知道吧 来 帮我拍两张照片 快点 行了吗 看看 你这拍的什么呀 你个土豹子 我也不知道我哥看上哪里啊 怎么会娶了你 这怎么回事啊 这这车底巴太低了 都愿意 我倒车你不会下来帮我开了点吗 这车要是坏了 休止的话你跑去什么 我可能把黑锅来 都愿意 你要是不让我开这事情 能发展到现在这样吗 不是你自己非要开的吗 那你不会拒绝我吗 行了行了 我不跟你废话了 我哥这个点快下班了 你先去接我哥 我先上楼看我妈 回头我再找你算账 行 那我先去接高老 妈 我走回来了 快坐 妈 你说我那大嫂也太毛手毛脚了吧 她怎么了 那楼下那宝马是我哥的吗 是啊 你说说她 有钱也不能这么厚厚吧 这么好的事让她给刮了 这修理费里不少钱啊妈 怎么 车给刮了 那可不 我这大嫂一看就毛手毛脚 这么多年了一点点就能了 这不得您说的是扫子吗 哎呀这个废物 你说开个豪车她就没上天了 是啊妈 你说说她一看就是农村出来 你以后可不能让她开家里任何车 她这样呢 骑个电动三轮车就行 你放心 哎 你大嫂家有拆钱款 这个车她不修也得修 拆钱款 啊 那你不省钱了吗 是不省 这里你也要回来 不能让她留着 哎呀 我是想要回来 可是你大哥不让啊 非说这个钱是你大嫂的 她不让我管呀 妈 你听我大哥的干嘛 哎呀 我大哥他也是个傻子 你说说这么多钱不能放在一个女人呢 是 你放心 这回我回来了 我给你要 但是啊 你回头得资助我 哎 放心吧儿子 这钱要来也是给你花呀 什么 我弟这么毛手毛脚的 挂的严重吗 碰掉了一块气啊 回头找人休息就好了 哎呀 我回去好好说说 那挂的不严重 你怎么回事啊啊 开那么好的车还笨出笨脚的 这下好了吧 挂花了吧 哇 这真是 别说了 就让你去接下小弟 哎 你看这么点小事 你就变成这个糟心呀 你就变成这个糟心呀 你说说你 你还有点用呢 你还有点用呢 把这些小事 把这些小事给我 妈 这可是初夏买的车 好 他买的车怎么了 他买的车 就可以随意召见了 真是 有点钱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好了 有点钱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好了 既然你不爱戏车 那你也就别开车了 把钱水给我 妈 你说这车我哥平常上边也不开 你要不给我开吗 也行 嗯 谢谢妈 这车啊 就归你了 好嘞 可这车给你大哥买的呀 我大哥都没说话 你跟少北星插什么嘴 暂时我说错了吗 我大哥上边挤挤地铁就行了 用的着开这么好 就是 小李好不容易来一趟 不就一辆车呀 那么小气啊 这事啊 我说了算 这车啊 就给你弟弟开 你们一点吧 那你以后开车小心点 别再挂上蹭了 你以为我是你那扫子行 你 你什么你 把你收拾桌子吃饭 嘿嘿嘿 说下 那个拆钱款 你打算怎么用啊 先攒起来吧 万一以后有个急用呢 那可不行 这个钱呀 得充分利用起来 要不这样吧 给小李买顿房子 结婚使用 我的钱 为什么要给他买房子啊 老子 你这话说了我就不给你了 什么叫你的钱 你嫁到我们家来 那就是我们家的钱 我以后结婚 你不会想让我和我媳妇睡大街吧 就是呀 林初夏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啊 这些年我们家对你不错呀 哎 你给他买他房子你就不乐意了啊 妈 我没有不愿意 那房子买了写谁的名字呀 当然写小李的呀 难不成小李的房子 还写你的名字呀 我去不算了一下哈 你这个钱买完车之后 差不多还能再买两套房子 给小李买他房子 再给我买他房子 这样我老了也有点账 妈 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过分啊 过分 妈说的可疑点都不过分 哥 不是我说你啊 你这个当儿子的啊 怎么胳膊周往外拐 妈想要他房子就过分了 我看你是想等到妈老了以后 把他送到养老院吧 我什么时候说 要把妈送到养老院了 我看你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是要把妈送我 反正今天这房子 林初夏不买也得给我买 凭什么 凭你有钱啊 你这么有钱给你小叔子买套房子 还这么推仓几次的 有你这么当大嫂子吗 就是啊 我们家小李结婚 要是没套房子 那还不得被别人笑话死啊 可是妈 高朗现在的房子还是自己买的 贷款都还没还完呢 这钱不是先用来还贷款啊 贷款慢慢还就行了 我哥上班他又不是还不上 再说了 我哥当初结婚的时候 你们家可是一毛不毛 现在为你要他房子都这么麻烦 有你这么当大嫂子吗 小蕾 你说什么呢 是啊小蕾 他可是你嫂子 哎 说的不对嘛 你弟弟现在没工作 你们当大哥大嫂子 结局下怎么了 我还真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把自己的无能说的这么理直气壮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他妈的说谁无能呢 就是啊 你看你这扫把行 还敢当兵上脸呢 爸 好好的一顿饭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哥 你快管管你这好媳妇吧 你看你都把妈气成什么样了 可想而知 我不在家 你妈得受多少气啊 就是啊高朗 你看看你起的好媳妇啊 现在就敢对我大呼小叫 阴阳怪气了 这个家是不是容不下我了 你们俩是不是打算把我送进养老院呀 妈 我不是那个意思 闭嘴 别说话 我不想听你说话 反正这房子 你买也得买 不买也得买 我跟小蕾对象家已经去好了 我们明天两家人就一起吃饭 人家那条家比你可强多了 等小蕾结了婚啊 你怎么想让我在这呆 我还不呆呢 啊 妈 这个我结婚以后你要跟我一块住啊 这不合适吗 那怎么了 等林初夏给咱买了房子 那房子就是咱的了 有什么不合适的 妈 初夏还没答应给你买房子 哥 这么点小事还用他答应呢 我看你这一家之子的地位也不行了 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可是一点也不看好 是你死缠来打算要去 要不然他能进咱家门吗 就是啊 当初你要不娶这个废物媳妇 找个富家女娶了 咱家不早就飞黄头拿了吗 妈 初夏是我老婆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怎么 我说实话也有错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哎 你不会想让我明天见人家女方的时候 连套房子都拿不出来吧 你说我这个脸王大哥 对啊 人活一张脸束活一张皮 我要是连套房子都拿不出来 人家女方那边得怎么笑话咱们啊 可是那也是 server 行了吗 都别说了 这房子我给小李买还不行吗 真的 这就对了吗 早答应哪还有这么多事啊 是吧 就是早答应不就行了 我看你啊 就是想引发我们家的家庭矛盾 来 小李 给你吃块肉 我呀 还是专门尽心给你做的 谢谢妈 嫂子 你今晚就睡沙发吧 我和我哥一块睡 还有这些脏衣服 你帮我一块洗了 我明天你穿 可是这衣服 今天晚上洗明天也干不了呀 干不了 你不会拿吹风机给我吹呀 可这都多晚了 小蕾 怎么了 妈 我就让嫂子帮我洗两件衣服 她就在那推三组四的 哎 李初夏 你怎么回事呀 平身在家里闲着没事 让你洗两件衣服怎么着呢 不是呀妈 老弟这个衣服他明天就要穿 我现在洗 那怎么着了 你手动给甩干不就行了吗 拿那么多事你 对 不能用吹风机 再影响我和我妈晚上休息 明天相亲出了事 你能负点起责任吗 这 这什么这 抓紧时间去洗 儿子 来睡觉吃 好 儿子你好没好啊 抓紧出来 别让人家女方家长等酒了 好了嘛 走吧 哎 哎 你穿成这样干什么 你不会也想跟着我们出去吧 啊 今天小蕾见家长 我这个当宝贝的理应不能缺席吧 哎 不是 我说到我要带你去了吗 你去只会给我们家丢脸 老老实在家待着吧你 不是妈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不让初夏跟着去了 带着他出去丢脸吗 我有这么一个非我爱媳妇 人家能照看我吗 在家搭口卫生吧 就是 对方要是知道我有这么个大嫂 我以后还怎么抬得起头 你就在家搭口卫生 本职工作 哎 没事的老公 妈说的对 我去了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你们去吧 我就在家里 把家里大嫂出一遍 行啊 没想到你的扫把型还挺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参加我的宴席 行了 没必要给他废话啊 咱们走 好 去吧 哎呦 这家房间真气派啊 行了 你就少说两句吧 咱们家姑娘 就得这么气派 再说了 咱姑娘 又不是真的跟他儿子结婚 到时候 拿了很厉害 咱们就跑 咱姑娘这么好 能便宜了他们家 对了妈 刚才里钱 咱们怎么要啊 你不是说他们家条件还行吗 那咱们就往多了要 打点 必须是三十万 其他的 看情况 再往上下 对 这彩礼钱了 咱可不能少掉了 我们最起码要从他们家 整出五十万 可以 哎 对了 到时候要彩礼钱的时候 你们俩都别说话啊 看我眼色行事 哎呦 亲家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等会儿 我们先自罚一杯 哎呀 您看您 这说的什么话 我们也是刚来的 哎呦 你也是 你也是 哎 服务员 上菜 哎 亲家 你没 没点酒吗 啊 这 这不是想等着你们来了再点吗 那好 服务员 先来三瓶茅台 不够再点 三瓶茅台 怎么了 亲家 不会啊 那那再加几瓶 不用了 嗯 嗯 嗯 就先三瓶吧 够喝 够喝 哎 哎 亲家 嗯 你看 咱们给我直播一主题吧 啊 这俩孩子啊 也是情投意合的 对不对 哎 是是是 哎呀 这我们家呀 这以后结婚的 我们家的房子也有了 这车 我们家也有 是啊 伯母 你看我刚买了新车 哎 哇 这可是宝马 很贵吧 怎么都没跟我说啊 小钱 小钱 我这不想到咱们快结婚了吗 给你一个惊喜 没想到咱们家消灵这么有出息 这宝马都看上了 这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吧 哎 既然我家姑娘这么有出息 那我也就放心了 哎 哎 我再给大家报个喜 我们家姑娘 有了 啊 真的假的呀 哎呦 这不是喜上加喜吗 可不是嘛 哎呦 咱们可就要当奶奶姥姥了 是你啊 哎 哎 亲家 你看 这俩孩子就要结婚了 哎 我家姑娘的彩礼钱 你打算怎么给啊 彩礼钱 哎呦 您看 你这俩孩子 感情那么好了 哎 我看 就 彼死彼死得了 您说呢 亲家 怎么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 是不想给个彩礼钱呀 怎么会呢 哎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 亲家 那 这彩礼钱 您看 好合适啊 呃 你看哈 我也不是奶为你 我家姑娘这孩子都有了 他小礼呢 也开上白马了 不个彩礼钱吗 我要一百万 不过费吗 一 一百万 再加弄 你这一百万 又 comes 吃 其 其 你这车是不是过来的 妈 你说什么呢 小雷怎么会是那种爱吹牛的人呢 是吧 对对对 是啊 亲家 您就是误会我了 我们家那车怎么可能是租的呢 对啊 老婆呢 你看这 再有钱 他手头也有紧的时候啊 那 亲家您别在意啊 我的老婆子呢就是这性格 你看 这样吧 我们家呢是嫁女儿 也不是卖女儿 你就先给五十万吧 啊 这五十万对你们土豪家 来说也是很清楚的吧 对对对 听见大妹了 都是我这个嘴 没有把门的 哈哈哈哈 五十万 五十万你看 应该没学吧 那肯定的啊 阿姨看着气质 就是扩胎了 这五十万 肯定也就是他 咋起穿马将的钱 这 叔叔阿姨 我这一年的辛苦也就才三十万 您一张口就是五十万 我这三十万 又是一拥拥 不是 刚才我弟小贵呢 这位是 这 这是我大儿子 大儿子 哦 我之前打听过 我听说你们家大儿子娶的媳妇可不怎么样啊 什么 看见你弟弟找了我们家这么好的姑娘 你眼红了是吧 对啊 你怎么能拿我们家小蕾跟你自己比啊 我们家小蕾宝马可都开上了 就你这工资 还是十年都买不上吧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再说了 那两次 哥 你羡慕我也不用这样吧 再说了 我娶的媳妇就是比嫂子好 你看你那阴阳怪气的样子 就是 自己娶了个废物媳妇 就在这酸别人 哪有这样的 可不吗 我大嫂进家这么久了 肚子都没个动静 我大哥只就是羡慕我娶了个这么好的媳妇 你们怎么说话呢 再说了 你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行了哥了 闭嘴 不是 这我就听不懂了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我们家姑娘不值得五十万吗 哎 不是 那 那你就是在那给我摆框 你根本拿不出五十万 哎 怎么会呢 这 我给 五十万 我给 妈 你说什么 坐下 哎呦 亲家 你可真是大方呀 这五十万 说给就给 你可真是个负责呀 你 你 哎 哎 亲家 你放心 我要的彩礼 也是为了我们家姑娘 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保障 对不对啊 哎 哈哈哈 理解 理解 妈 您还哪个钱给人呢 妈 那你还就把租下的租下 租下都给你租什么租下 哎呀 我知道了 你别说话 你想让人看我笑话吗 妈 伯母 你们先聊着 我去上个厕所 来 亲家 咱们喝一杯 好 对了 亲家 这彩礼钱 什么时候给我们呀 小脸 妈 你怎么了 他们在厕所打我 你听什么打我 我呸 你也不看看你儿子干了什么好事 在厕所调戏我媳妇 我不仅打他 老子急了连你一块打 我调戏他怎么了 他这样那么像 你弄到人调戏的吗 哎 哎 你刚刚还说 老子的女人穿什么关你什么事 你 干嘛 你快来看看女爹 都打成这样了你说两句话呀 是啊大哥 你们跟我被打成什么样子 你还不能告诉我 我告诉你们 今天这事必须管解决了 你们要拿不出五十万 这屋子里有一个算一个 谁干嘛都别想走 这五十万是不是有点不恶人啊 五十万一分不能少 拿不出钱 等着这也给收拾了 哎呦我的李李 哎你干嘛你快拿钱呀你 五十万是吧 我给 妈 这可是我给你攒的养养钱 除了这我一分积蓄没有了 哎呀呀呀就人有机 这不就可以了 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我走 哥我就知道你还有钱 谢谢你啊 哦这叫什么事呀 高脸你怎么这样 陪着我在那边调戏别的女人 听见 你就说这事该怎么办吗啊 这本本没这么急了 妈我就说这家人不靠谱 你非要给他们钱 我哪知道呀 他说有咱们家孩子了 我就想到他有可能跑呀 你能看见他的怀孕报告了吗 再说了老弟还没跟他领证呢 行了你个扫把兴 你快闭嘴吧 要是你不拿出这一百万 我们还能被骗 老弟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 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吗 行了行了 别带着说风来话了 这一百万到底怎么办 你们别急了 这一百万我去要回来 要回来 人都跑了 你往哪要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妈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了 行了 数了起我来了 等你到我这年龄 还不一定有我聪明了 你要是能解决呀 这个家以后会你管 喂陈管家 我这边对别人骗了一百万 你看看能不能帮我追回来 什么 竟然还有人敢欠大小姐您的钱 你等着 我立马动用手下全部的势力 给您全力追回 对不起啊 我妈他们不知道感恩 还把你的钱都要掉 没关系 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复家侦探的 我找他帮我们把钱追回来 靠谱啊 你相信我用不了多久 钱就会被追回来的 林初夏 这都多久了 早就跑出国了 妈 我已经找人了 马上就来 林小姐 您要的人我给你带的 哎呀 你个不费的 你怀我那一倍了 你怀我那一倍了 哎呀 行吧 阿姨 小英呢 他们还怀孕呢吗 高嘞 你还搁这傻呢 这明明这就是一家人骗子呀 搁这演戏呢 他们都是我找的演员 他根本就没有怀孕 你个死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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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吗 妈 这一百万先进已经拿回来了 他们呀 是惯犯 像这种诈骗行为啊 可不是第一次了 我已经报警了 谢谢你啊 陈管家 李小姐 如果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好 哎 那人是谁呀 这是之前的那一百万 刚才那人啊 是我的朋友 是一个私家侦探 多亏了他 找了找关系 还把那些骗子找回来 哎呀 找回来了 哎呀 真好 真的假的 妈找回来了 哎 真好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找到的 这么多钱 我找了一些关系 才能把他们给找到 你早说了 你早说你能找到 还把我和妈弄得 这么焦头烂额的 就是 哎呀 行了行了 谁会记得你说过的屁话 那这钱 我就先拿着了 我放着 你闯了这么大货 还想拿这笔钱啊 妈 你看哥 不过 你哥说的也没错 这钱啊 确实也不跟你拿 妈 你怎么 那没房子 高雷 你老大不小了 也该独立了 不能什么事 都要朝家里要吧 你这婚也不结了 我看这房子 也没必要买了 为什么 两个之间都说好的呀 小蕾 你哥说的也没错呀 我又不欠你呢 你每天一口一个 放个心叫着 我为什么要给你卖房子 还要拿着车钥匙 给我拿过来 妈 你看 你快看看哥和嫂子 你看他们俩都把我欺负成什么样了 这 这事啊 确实是你不对 你把车钥匙给你干吧 妈 你也太偏心了吧 哥 你的就是我的 这车给我开 你见怎么了 这车我做主了 归我 哎 你要气死我妈呀 老公 你怎么了 老公快快快锁链 快 你真正卡上的余额不足 这您能不能通融一下呀 你当这个菜市场啊 医院是你能讲价的吗 没钱就不要来医院 赶紧收拾后回家等死去吧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呀 我说的有错吗 没钱就不要来医院啊 是啊 就是没钱在这排什么队 林初夏 你个扫把星 我们家高朗要是有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玩 妈 高朗他只是心当了老王又犯了 你别叫我妈 我不是你妈 自从你嫁进我们家 我们家就没搞一天好日子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现在还得租别的地方 都是你个扫把星害的 回头呀 我一定让我儿子跟你离婚 阿姨 我们别惯这个扫把星了 赶紧去看看高朗哥哥吧 对对对 还是雅婷想得周到 这大家闺秀啊 就是不一样 也不知道我那傻儿子 怎么看上他了 丢进我们家的脸 吴雅婷 你来这干什么 我来这干什么 还轮不到你这个废物说话 林初夏 你连给自己老公 看病的钱都没用 我要是你呀 早就找个柱子 一头撞不算了 魏雅婷 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过分 我看过分的是你吧 不好好在家待着 当家庭主妇 出来丢人现眼 我们家雅婷说的 一点都没错 你呀 就不如找个柱子 一头撞死 就是 雅婷 咱不打理他 咱去看高朗去 走 走 哎呀 高朗哥哥 你好些了吗 不雅婷 你怎么来了 哎 人家雅婷啊 一听说你生病了 就赶紧放下手里的工作 来看你了 哎呀 雅婷这姑娘不错 妈很忠意 要不 等你出院以后 就跟那林初夏离婚了吧 妈 我是不会和初夏离婚的 就死了这就行了 哎呀 你说我就不知道 这个扫把星 给你灌了什么离婚汤 让你这么死心塌地的 儿子呀 你以前非要和那个黄脸婆结婚 妈没拦住你 但现在呀 你必须给她离婚 因为你现在的条件 咱什么样的找不着呀 再说了 这眼前不就一个吗 你给雅婷呀 是青梅竹马 人家呀 又是做大生意的 俗话说的好 肥水不留外人天 你说是吧 雅婷 是啊阿姨 我从小就想有你这么个妈 你瞧你瞧 你看这雅婷这小嘴甜的 不比那个天天惹我生气的林初夏强多了 要是再拖上几年呀 等你被那个扫把星老婆拖垮了 妈也担不了你了呀 妈 不管你说什么 我是不会和初夏离婚的 嘿 就别想了 哎呀 这样吧阿姨 你们母子俩先聊 嗯我出去走走啊 好 你别 呦 林初夏 你还没被车撞死呢 薇亚婷 我林初夏还轮不到你来嘲笑我 嘴巴还挺硬 可惜呀 嘴硬不能当饭吃 林初夏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给我跪下道歉 不然 高朗的病 我可就不救了 要我给你下轨 你做梦 你这个废物 除了像我下轨之外 你能搞到三十万 十年了 彭卫向家都妥协过 为的就是摆脱金钱与权力 如今 我只能证明自己 喂陈管家 来圣河医院的天台见我 陈管家 你你来了 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我好过去接你啊 我又不是过来找你的 走开 这不是江北市首富家的陈管家吗 来咱们医院干什么呀 肯定有大事要发生 好吗 大小姐 您可算是愿意见我了 你这车队挺戏派的呀 小姐 这些家产家业 这些家产家业都是老爷和您的呀 我只不过是代为宝贯而已 我这一接到您的短信 就马上赶过来了 您这算是想要打算继承家业了吗 嗯 这诗人皆如此 我又何必装轻高呢 大小姐 您长大了 老爷要知道了 一定会很高兴的 大小姐 您在这儿签个字吧 真是辛苦你了啊 陈管家 都是老奴应该做的 大小姐 从今天以后 首富林家所有的产业都是您的了 账户里的所有钱 你都可以自由支配 您快点去给您老公治病吧 哼 花钱治病 我这钱虽然多 也不能乱花呀 尤其是这家狗眼看人弟的医院 我是一分钱都不会给他的 大小姐 那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先去找王院长谈一谈 让他免费给刚刚做手术 剩下的可就拜托你了 好的 小小姐 林初夏 你这个废物想好了没有 究竟是向我下跪呢 还是看着高朗哥哥的病情继续恶化下去 那女的她家里没钱 居然被别人逼得下跪 要是我的话 我都没有点活下去了 就是在千变万变 穷变万变 卫雅婷 想让我给你下跪 门都没有 高朗的医药费不用你操心 我们家的事也不用你关心 你说什么 林初夏 你疯了 你敢这么跟雅婷说话 丢人现眼的东西 你今天呀 要不跟雅婷过一下 我跟你没完 怎么了吗 怎么那么吵啊 人家雅婷好心好意给咱们加出医药费 你这个穷媳妇不但不感谢 还给人家吵吵 咱们家的脸呀 都让她给丢光了 不是这样的老公 他们逼迫我给魏雅婷下跪 三十万的医药费啊 够了吗 你能不能收敛一下你的脾气 在家妻妇出现也就算了 在医院这样有公务场合 你还是不给她面子 让自己儿媳妇给外人下跪 你这又何尝不是在丢自己家的脸 你真是翅膀硬了 为了这么个穷媳妇 竟然这么给我说话 你还把我这个妈当妈妈 妈 你嫌弃出现没有钱 你何曾想过 她嫁到我们家 你有给她超过一个月 两百块钱的零花钱吗 老公 你别动气 妈 是不是我找人治好了高朗的病 你就愿意接受我了 就你 没钱怎么治病啊 人家医院的医生是有医得的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院长 让他们免费给高朗做手术 哼 医得 免费 如今这个社会 没有钱 谁会给你免费治疗呀 林初夏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林初夏你个扫把星 你要是再敢闯晃 我看你没完 哎 阿姨 林初夏他脑子进水了 就游他去吧 一会儿就灰头土脸的回来了 你看你个好媳妇 居然一想天开免费治疗 哼 等他回来 立马给他离婚 这事 谁说的不好使 妈 初夏也是好心 他嫁进来这么久 你没看到他的付出吗 付出 就他 一个家审主妇能有什么付出啊 好呀 就不配进咱家 哼 能够给他免费做手术 免费做手术 你不是在做梦吧 这里可是医院 这里不是福利院 如果你没有钱的话 趁早赶快滚出我的医院 王院长 这治病救人是每个医生的天职 如果每个医生都跟你们医院似的 那医院跟银行又有什么区别呢 再说了 如果你不免费给我老公做手术 我希望你不要后悔 后悔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吗 这么好骗 如果你现在不给我滚的话 后悔的恐怕是你 保安 专业生到我大屋室来一趟 会长你找我 把他给我挥出去 是 王院长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要 就你这穷山样 还给我机会 今天我要不教训教训你啊 你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给我打 林小姐 我是圣核集团的董事长张力 从今天开始就跟着林小姐 希望林小姐多多提拔 张力 我倒是想照顾你啊 但是你们圣核集团医院的人 想揍我呀 圣核集团 有人揍林小姐 林小姐您收到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王启涛 哈 巧了 你们越想做我的人就叫王启涛 对我 林小姐你等着 我马上给了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家伙 你做戏都做到这份上了 一口一个张力 拿我们董事长来一家伙 你怎么不说董事长是你二舅呢 等着我这个电话再收集 王启涛 你对林小姐做了什么 张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林小姐 林小姐就是我们雷史集团的新老板 王启涛你竟然敢对林小姐众手 你做此可不要拉我下水啊 我现在马上就要赶往江北市奉行行队 至于这个院长的位置 就注重推回上闲吧 张总 张总 林小姐 打完电话了 现在还想要保安做我吗 林小姐 这种油眼不是太晒狗眼看成低 你发发自卑就原谅我吧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你不中用啊 林小姐 你大臣有大量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不中用 林小姐 我上游老下游小 求你网开一面 放过我吧 让我饶了你也行 回答我一个问题 林小姐 别说一个问题 就一百个问题 一间个问题都没问题啊 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是谁 您是圣河集团的董事长 是救护救灾的黄菠萨赛呀 这豆子 哎 林小姐 别打啊 林小姐 别打 我知道脱了 林小姐 别打 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 想好了再说 你是谁 你是我们贵河集团的神啊 继续 哎 林小姐 您是谁 您是神一般堆棍的人啊 继续 哎 林小姐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不 你不是董事长 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您是为了给丈夫看病 想要医院免费给你丈夫看病的普通人 好 王启涛 我希望你今天能把答案技术烂在心里 我不希望任何其他人知道 我的真实身 林小姐您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办 还有 刚刚我交钱的时候 你们医院里有个小护士 看不起我 嘲讽我穷 这事该怎么算呀 懂了懂了 懂了懂了 林小姐 今天说过来说谁指败 是不想给我混了吗 竟然看不起我的林小姐 立马给他给我开除了 你还要下车 好 院长刚才那个情形 我也是被逼的 赶紧滚赶紧滚 林初夏 你出去找院长 给我儿子免费做手术 结果怎么了 阿姨 你抢他那副穷穿药 就知道一定没有成功 这可是医院 谁会听他一个穷逼的话 你怎么知道我没成功呢 这还用问吗 你一个废物 哪来的面子能说服王院长呀 这可是医院 你还真以为是 童话故事呢 那我要是成功了呢 你要是成功了 我就把那盆花吃了 但是林初夏 如果你没有说服王院长 给肛朗哥哥做手术 你就跪下来给我道歉 自言为定 快看 王院长怎么来到我们普通病房了 而且他的脸怎么了 是不是给别人打开 是啊 还有他身后那几位心脏内科 心脏外科的影响都有 这么大阵长 到底应该找谁呀 林初夏 我找了几位国内最先进的心脏专家 将对你的丈夫进行了一个合理的会设 当然会出一套最合理的手术方案 当然了 这一切的费用 将由我们医院来承担 也许 放心吧 那就 辛苦你们了 王院长 真的吗 真的免费给我儿子做手术 是啊 林小姐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让我意识到 我是一名医生 救病治人才是我的天职 而不是单人为了挣钱 所以啊 既然王院长已经答应给高老免费做手术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把那盆花给吃了呀 我也不为难你 这样吧 你把花吃了 你把花吃了 花盆 你就别吃了 你 怎么 说吃吗 对呀 林小姐说的对呀 做人要有诚信 既然你打赌输了 你今天就得履行承诺把这盆花吃下去 王院长 我爸可是魏东海 卫视集团的董事长 卫视集团董事长 管我屁事呀 魏小姐 今天你要是不履行承诺 你休想组织医院半步 这就对了嘛 这才像个人的一样 行 那一幅下 咱们走着瞧 哎呀天 经理 自己不弄 自己不弄 王院长 这是点小意思 是 这是 是 这 是 这 这是 这 我去趟洗手間 你收到了 是 那你兒子給我一夜 肯定會全力救治他 哎好謝謝 哥拉真是太好了 你要是有三串兩斷 媽也不活了 看什麼看 找你給我兒子買吃的去 好的媽我這就去 林書下 我跟你說 這次看在你救我兒子份上 我就不給你提 你給我兒子離婚的事了 以後啊 你要是再給我帶來什麼沾貨 我對你不客氣 媽 你這是說什麼呢 你兒子再這樣說 媽媽你就回家吧 你看你這孩子 我說他兩句怎麼了 你要是不把他取進家 你至於淪落到心臟病 犯了都沒錢治嗎 他呀就是一個造把心 媽 你還說 我娶出下從來沒有後悔過 再說了 咱這個家也不能指望出下養啊 你呀 我說你什麼好 你還處這幹嘛 還不趕緊去買飯去 你想咄死我們倆啊 你還處這幹嘛 還不趕緊去買飯去 你想咄死我們倆啊 好我這就去馬上去 哎媽呢 剛接了個電話 三區一又打麻將去了 老公 大夫說了 你剛做完手術啊 只能吃點流食 先喝點水 來 我自己來吧 哎我來吧 你剛做完手術就不要亂動了 老婆 我媽那人她就那樣 別看她一般見識 看你說的 我怎麼能和我婆婆生氣呢 我媽她一個人把我拉扯大不如你 她就是讓我想讓我娶一個富家小姐 能讓她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 再加上 親戚朋友們 都過得比她好 所以 她才會那樣對你 老公 我知道 媽因為我從事業金錢上幫不到你而嫌棄我 這都是正常的 但是說了 我怎麼可能因為媽說我兩句就跟她生氣啊 老婆 雖然我這次動手術 咱沒有花錢 但是咱家 也沒有啥積蓄了 不過你放心 等我出院以後 我會更加努力掙錢的 老公 我不是很在乎你有錢沒錢的 只要呀我們安安穩穩的過日子 媽能接受我就好了 老婆 去到您我真是三生有限了 老子 你這出院後 就得立馬回去上班吧 是啊媽 要不然我怎麼掙錢去給你打麻將呀 你這話說的 李住下 你就忍心 你老公做完手術就去上班嗎 那你說怎麼辦嗎 我看你呀 就別在家閒著了 我們家也沒有錢 天天養著你這個不上班的家庭主婦 抓地找個班上得了 媽 初夏在家也不是天天閒著沒事幹呀 那你出去聽錢打麻將 那家裡的不都是出家在打理嗎 再說了 這男人掙錢養家是天經地義的事啊 怎麼就天經地義了 你劉姨家的兒子娶了個有錢的媳婦 天天是吃香的喝辣的 還天天掀著沒事 每天呀還戴個大戰券炫耀 你怎麼就取了這麼個心 真是鬧心 媽 你別說了 你呀 整天就知道替你那個廢物老婆說話 我覺得 那個雅婷小姑娘我是真的挺喜歡 你呀 就給人家楚楚呗 行了媽 你再說我真生氣了啊 啊你哎 趕緊收拾收拾收拾完回家 這次的春季新品開售 但是呢我們的預算只有十萬塊 你們誰 去跟生產商那邊談一談 十萬也太少了 根本不可能 都說什麼呢 讓你們幹點事就在這說說說 進來 啊 高郎你休假回來了呀 是的李總 李總啊 我看這事 交給高郎去談 對對對 最近啊剛休假回來 正好 說了又沒有其他事情 你去啊 最合適了 李總啊 我看這事 交給高郎去談 對對對 最近啊剛休假回來 正好 說了又沒有其他事情 你去啊最合適了 好 那就高郎去談吧 李總 我不知道是什麼業務呀 行了行了別說了 這個業務就交給你了 別說了就這麼定了 回頭成名你跟他說說 好 喝了啊 這可是個至關重要的項目 剛休假回來 你可別偷懶啊 一定要談下來 我一定不會偷懶的 而且我一定也談得下來 高郎啊 這可是你說的 要是辦不到怎麼辦 那要是我辦到了怎麼辦呢 要是辦到了 我跟你端茶倒水 喊你一聲朗河 要是你辦不到 立刻滾出公司 高郎 你是不是瘋了 你要是被趕出了公司 我們家以後怎麼生活 但是如果我完成了任務 我就可以升職加薪 咱們家就可以購上更好的生活 你想的簡單 他們都完成不了的任務 你憑什麼完成啊 媽 高郎這麼做也是為了咱們家好呀 你怎麼就不相信他呢 李初夏 你不要在這裡站著說話不腰疼 要不是你嫁到我們家 我們高朗一表人才 肯定能娶個富家女 是你毀了我們家 你有什麼資格在這說話 媽 這事跟初夏沒關係 你吵他喊什麼呀 你 瘋了瘋了啊 都反了天了 李初夏 我兒子要是失業了 我跟你沒玩 媽 這事我會自己想辦法 你就別說了 不讓你費心了 初夏我們走 哎 這事 你打算怎麼辦呀 還不知道呢 走一步看一步 老公 你就放心好了 這事我幫你 傻瓜 這事你怎麼幫我呀 你就好好在家打理好家庭 工作上的難題我自己會解決的 嗯 其實你們生產商的老闆啊 是我老同學 啊 啊 你就放心去 我陪你一起 喂 雅婷 阿姨 再求你幫我一件事吧 哎 你們知道嗎 那個高了 竟然帶著他那個廢物老婆去談判 真是蠢 我們都不敢接的花 他居然敢接 成名 你這個用的實在是高啊 他要是被趕走了 那這公司的資產 是我們的啦 這次 把這個半小時清走 很不容易啊 那就提前祝我們哥哥哥 發大財了 哈哈哈哈 你就放心吧 老公 我早就跟我同學打過招呼了 你快進去吧 快 進 快進去吧 你快進去吧 你快進去吧 喂 把合同交給高了 你好請先生 我是來談新物料生產那個項目的 你好高先生 我們老闆已經按照好 合同已經你好 你看完後沒問題 我們就可以簽合同了 可是我們的項目資金 只有10萬啊 這個沒有問題的 高先生 按照老闆的吩咐 我們可以給歸公司免費生產 全年的所有產品 免費 秦先生 沒開玩笑吧 高先生還有哪裡不滿意嗎 啊 沒有沒有沒有 祝我們合同一塊 哎好嘞好嘞 老公 怎麼樣老公簽了嗎 你這合同都簽了 怎麼還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啊 就是覺得順利的有點不太真實 這成名還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我的笑話呢 不過呀 恐怕他這次要失望了哦 老婆這次多虧了你了 要是沒有你 我這次就完蛋了 不過老公啊 這件事情除了你以外 不要讓其他人知道 為什麼 嗯以後你就知道了咱們走吧 高朗這次死定了 談不下合作 一會咱們想個辦法制止他 沒錯 這次必須把他拿下 趕出一次 哎呂總您來了 他覺得錯吧 高朗 你談不下合作 就滾住公司 你沒有忘記吧 我又談下來了 你給我專查道學 你 當然沒有忘記 不過 這有什麼意義呢 這有什麼意義呢 你合同沒談下來 你給我專查道學 當然沒有忘記 我說過什麼 這重要嗎 李總 合同已經談下來了 也已經簽好了 在這裡 您過目 高朗 合同簽下來了呀 嗯 高朗 你隨隨便便簽個合同 糊弄李總呢 我看你 連生產商的老闆的面 都沒見到吧 不錯 我確實沒有見到生產商的老總 哥哥 你居然敢弄個假合同 來騙我們大家 沒想到啊 你就算為了保住工作 也不能這樣欺騙我們大家 合同的真假 不是你們說了算的 我確實沒有見到生產商的老總 但是 我見到負責與我們公司對接的秦先生 這個合同裏面就是他的親密 親密 我不是 更不會把李總幫上 偽造合同這件事情 你覺得 我會不叫嗎 高朗 我們做不到的事情 你憑什麼能做的 這份合同 真的是你和我們的生產商 請怎樣簽上簽呢 他們 真的肯給我們免費生產全年的產品 是的 李總 千真萬確 免費 這怎麼可能 你別騙大家了 我明天邀請了秦先生來我們公司 是真是假 到時候不就知道了 好好好 高朗你這次幹的真是漂亮啊 李總 你再仔細看看合同 你再仔細看看合同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啊 我剛才全部都仔細看過了 沒有問題 哈 高朗 你的運氣真是好啊 你說過的話 還記得吧 高朗啊 你這次只不過是運氣好 我去我也能辦到 高朗 你還真不會 想讓我給你端茶倒水吧 就是 剛讓你別太過分了 真以為自己可以站在成名的頭上 這次啊 你只不過是運氣好 要是我去 我也行 對 高朗 你以為只是運氣好而已 這件事就這麼算了吧 大家以後還要一起共事呢 這事明明是成名挑戰 現在怎麼又是我的不對了 今天我要的合同簽不下來 成名要把我趕出公司 你們還會站出來說話嗎 願賭服輸 我去別只想拚敗 你喜歡avoört 作為人變了 打操坐 我知道 這次我們也不名 好 我先回去了 明天還有一些事件跟秦亮要談 就算一下 我們就散會吧 這次算下運氣好 媽的 掃掃掃 整天就知道拿個掃布掃地 我們這個家也是沒了 就賴你的掃把心 媽 高朗還沒回來呢 你怎么就知道这事成不了 你 哎 儿子怎么样 妈你就放心吧 没有人可以把你儿子赶出公司 你 你真的合作谈成了 嗯 哎呀儿子你做到了呀 是的 谈下来了 而且啊 对方还答应免费给我们公司生产一年的产品 哎呀太好了 哎 我得立马打电话给亚萍 好好谢谢他多亏了亚萍啊 妈这这关亚萍什么事啊 哎呀 你是不知道 昨天呀 我让亚萍帮忙 让他帮帮你 这事啊 肯定是亚萍办的 他呀真是咱们家的福星 妈 这事不是亚萍帮我们的 是 免费生产前年的产品啊 肯定是人家看在亚萍的面子上 不然还会是谁 你这个富有媳妇吗 这事还真实 妈 没准是高朗凭借自己的实力办到的呢 嘿 你的家庭主妇你懂什么 哎 你不会是因为亚萍帮助了高朗 你眼红了吧 我告诉你 行了妈 别说了 今天晚上负责人生产商秦先生 请我们全家人吃饭 快去收拾收拾吧 哎呀 那好啊 正好呀 叫上亚萍 我们全家人呀 向这两位表示感谢 不好意思啊老婆妈就这样啊 没事啊老公 只要最终的结果是好的就行 谢谢你老婆 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谢啊 你也赶紧去收拾收拾吧走 哎哎高先生你好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呀这是我们家没有用的家产主妇 他怎么能做主位呢 这 嗯是该您坐在主位 我坐在旁边就好了 林初夏你给我出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什么叫你坐旁边就好了 自己什么时候 我说我身份不知道吗 胡闹怎么跟林小姐说话呢 林小姐 秦先生 你有所不知啊 他呀 就是我们家一个没用的家庭废物 行了妈 坐哪都一样 别在外面就自己家里 赶紧坐吧 哎 对对对 秦先生让您见笑了 来来来来坐坐坐 这次我们家高朗合作能谈成啊 要多感谢秦先生 当然也多亏了雅婷 是吧秦先生 雅婷 怎么回事 我爸不是说办不了吗 难道他肚肚帮我办了 秦先生 这个的合作多谢你了 我先干为敬 哎呀 果然是名媚小姐 这气度呀 就是不一样 这位是 啊 卫视的千金小姐 魏雅婷 你不认识啊